在嘉义的混作有机农田里,可以看到两抹年轻的身影。 有时采收洛生花,有时采菇瓜,为了带回去加工制成果干果酱。 摆在市场上让消费者选购的水果总是大小相仿,而且看起来美味又可口。 可是其实,农田收成下来的作物品质层次, 而过大过小,或是卖相不佳的水果只能够被淘汰。 学阳与燕金这对年轻的夫妇于是收集这些上不了事的格外品, 以水果加工的方式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。 市场需求就是不大不小,太大的也不行,太小的也不行。 然后我们就会收他那些太大被淘汰的来做工家, 太小的,我们就拿来做蜜橙片,做巧克力这样子。 我觉得在百事级的过程,或在做这个生意过程中, 比较多是在享受,真的是帮助人为主要目的, 帮助这些小物,他们把他们没有办法买出去的水果, 做一个加工给他们新的生命。 小夫妻从事水果加工的收入为薄, 取市集摆摊一天,晒昏了头, 喊哑了嗓子可能还没有什么销路, 但是对他们来说, 帮助小农是他们的理想,也是使命, 再辛苦都值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